因为昨天在讨论的是 现在在所有的展览都急于想要线上化 数位化这件事情 对于被线上化的这些数位的物件 不管它是单纯的一个JPG档 或是3D的一个模型等等的 它某种层面上也是在做这个物件 原本指向的这个现实物件的资料上面的保存 那保存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观众能够看到 这是现在比较后来大概接近2000年之后 新博物馆学的观点就是说 你要保存是为了要让观众看 不能说你保存的 但是一般民众全部都看不到 就是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些会去考虑到说 当我在买进来的时候 或说捐赠进来的时候 我有没有能力让他未来让下一个世代人都看到 然后去决定我要不要搜他 就有些管会这样做 那如果说保存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展示 但是这两者其实是非常相冲突的事情 因为你有展示就会有damage 可是在数位的情境里面 其实这两者完全不会有这个冲突的状况发生 你资料以存在资料库的方式存在 然后再透过中间一连串的很多layer的浏览器 然后到最后观众看到 其实观众不会直接damage到原本的数位档案 那这个是其实大部分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我自己后来在跟比较多传统训练上来的修复师 和博物馆的电厂单位在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思考上没有办法跨越的一点 对像像我在我之前在校长工作在处理 处理他们的录像艺术作品的收藏的时候 其实会也会去问他们的其他的策展人说 那你这个数位档案最后是要用什么方式给观众看 那这个就会决定最一开始这个数位档案资料的格式也好 然后也要评估当下工作量能够检查这个档案检查到什么程度 对这是会同时思考的 可是以传统文物来讲就好像不会不容易这么思考 所以如果回应到刚刚提的保存等于展示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数位的特别是在线上的这件事情 然后所有的数位素作品科技素作品 它都有很大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以原生数位的方式存在的状况下 会期待的是好 我今天的储存作品档案的资料库 跟我联动的观众能够看到的 这两个基本上就结构上 其实结构上是另一个在一起的 那要同时思考 而不是说我都一堆档案就存在这边 但是没有思考到我哪些东西要开放出去给别人看 那其实最后观众看到的是 界面上面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然后 其实观众根本不会知道你后面的资料库是怎么去存的 所以对于观众来说 他所知道的保存 这个作品被保存下来了 是透过他的荧幕界面看到的东西来判断说 他在这里所以他被保存 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谈保存不谈展示 这是我以前比较是我以前的想法 因为我以前的训应该说比较早期 一开始在转眼的真的都是在讲 就是单纯的data preservation 什么三组备份啊等等的啊 然后比较没有想到一个metadata 然后到联动到给观众看的这个资料库之间的关系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一直在想好 我要做档案从A点移到B点的fixed check 然后就是很在很重视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一方面是国外其实已经从 他们的研究已经从前面这一端的知识 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整了 然后开始要移动到 开始要移动到那我这些资料 这么小心的存在这个地方以后 怎么让观众看这一点 对 但我觉得可能一部分也跟不同组织的分工关系有关吧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 然后我的角色就是直观号 一个影音作品存在 存在资料库里面 然后可能去关心他存的这个format 是不是快要被淘汰了 然后快要被淘汰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哦这东西需要特别处理 我们需要想要怎么帮他做format的改换 然后不会调整到他作品的原本的样貌 这一点 但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跟展示有关啦 因为最后还是要想到这个格式如果换了以后 它在现在技术呈现的样貌 会不会damage到这个作品 对 嗯 刚开始 嗯 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 嗯 怎么讲 就是我把东西放到我的网站上面 然后让人家看得到 然后跟 也许波物馆 也许波物馆 他另外弄了一个网站 然后在线上展示 然后在线上展示 到底这两个东西 就是 到底什么 就是 对于线上展示这件事情来讲 定义吗 怎样才算是策展 是吗 就是这件事 哦 我觉得 我觉得我最近在翻了文章就是 嗯 因为我觉得艺术圈其实很习惯 要对某件事情产生共同的定义 我们大家才有办法去论述它 这个是我觉得跟 平常你不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的 使用 使用所有词汇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 本来就是 好 一个线上一个叫策展 那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然后 反正 反正最后不会 不会被大家关注的那个就被淘汰掉 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但是 但是艺术领域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台湾的艺术领域 嗯 还 大家都靠补住在过生活 所以最后会变成 谁能够 谁能够 获得这个词汇的共识 就是 谁是提出来 然后大家都赞同了那个人 他在资源的分配上面会相对的比较多 对 因为大家会记得说 哦 这某某人写了这个东西的定义 包含说我现在在跟数学书基金会合作 然后他们时不时也会给我这种观念就是 哦 这是一个新的议题 你要赶快写一篇文章 没错 没错 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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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有人说不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以前研究所的老师 对 然后他们会用策展的一种 比如说我要经过前期的研究 对于议题的研究 然后选件 然后有一个叙事脉络 等等的 然后放在 放在平台上面 对 但当当这样子的想法进来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听起来又有点像 嗯 一些比较 比较严肃的游戏 嗯 会做的事情 对 就有点像因为 因为艺术跟博物馆领域 进到这个 进到这个数位世界 比较好像比所有人都晚了一点点 嗯 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在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 先occupied了这个领域 去定义什么叫线上 什么叫展览 的时候 什么叫storytelling 线上storytelling的时候 艺术进来 然后发现好像有点难找到 自己的那个唯一的定位 我不要被叫游戏 我也不要被叫一个 就是很单纯的catalog的网站 那我要叫自己什么 对 这个矛盾应该是来自于就是 如果是一般的传统的文物 或是艺术物件的话 就是可能只有 只有博物馆 或者是艺术 可以做这些事情 可是一旦它是线上的变成是 做的人都可以做 做的人都可以做这样子 然后就去找 出定位 我到底可以做什么 是别人不能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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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就是最近在想的事情啦 可是我一部分也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跟我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又不得不去想 就包含最近NFT的事情也是 嗯 就小小的分享这样子 对 我觉得一部分 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不具备那种自己 自己写小软体小插件能力 其实大部分的人 就是他素养够好 他素养够好 他有 不见的会写 是啊 又像弗莱都很开发者才能办法自己写 真的 因为像我之前 我最一开始接触科技艺术保存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觉得 我最一开始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做 不好做 因为其实会遇到很多就是格式带换 甚至被带换 然后之前读一个书的学者是 他比喻是说你永远要想你怎么从这一条船 跳到下一艘船 再跳到下一艘船 然后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但传统媒产你有办法说把它在一个温湿度环境怎样的地方 我就大致上不需要去理他 但科技物件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去keep up他的 他的现在技术的发展 然后确保未来人还看得到不是只是看到一堆code 或是甚至只看得到0101等等 对 然后 一开始会觉得说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那我连 我连我画了一个浏览器 还是不是原本的作品都搞不清楚 就是一开始想像是这样 但后来就发现 其实如果有好好做的话 比传统物件还要来的 有希望 因为可以大量的复制 反正我不怕做错 就是我复制A 然后测试A方案 复制B 测试B方案 然后再加上它全部都是机器 所以理论上全部都是机器可读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幻想有没有一种 人工智慧的服务能够 我就把一个所有的答案丢进去 或者说一包 丢进去 然后那个Database 就会自动帮我计算说 依照过去什么什么的 其他人的专案的存活程度 这个专案有可能会在多久之后 你需要去检视它 然后能不能自动的告诉我说 这个专案包里面有哪一个档案 它的档案格式是比较稀少的 那它在哪些环境下可能会看起来跟其他很不一样 它只匹配于哪些环境 那这样其实 其实现在我们至少我就算去上国外的博物馆课程 MOMA什么等等 大家在这部分其实还是很人工的在做 就是去Library of Concern的网站 然后找一个format的表 然后在那边查 这个是开放的不是开放的 然后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推出的哪一间公司推出的 哪一间公司推出的 就是纯粹在技术结构上面的分析 就是纯粹在技术结构上面的分析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大部分的 我这个角色的修复师其实 也觉得说反正看到什么不知道就问Google就对了 然后我们的工作 我的工作我自己会比较偏向是在首先去了解艺术家为什么选择这个技术做它的什么概念的创作 然后去了解这个技术能够做到跟不能够做到的那个范围 然后用记录这个范围跟记录艺术家他想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然后知道这个资讯以后未来才有办法去选择 我要自换技术的时候哪些东西可以换哪些东西不能换 甚至是说要认识到这件作品已经不可能再用 完全不可能再用它原本的那个样貌方式呈现 因为有一些作品是甚至里面改鼠标的一个图案 或者说有鼠标没鼠标就都有差别 因为可能很早期的网络艺术作品是或是电脑艺术作品 是还没有滑鼠出现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要考虑我现在看它 我是我要提供给我的观众有滑鼠还是没有滑鼠 那有滑鼠没滑鼠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作品的一开始要呈现的创作概念 就我角色比较是在这个部分上的理解 然后技术其实是交给 所以理想上是如果找了这些人能够一起合作 就一起合作的状况 我觉得通常那些别代都会发生在那种新的硬梯 或是新的软体机器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早期可能是用那种大型的CRT螢幕 然后解析的比较差的 可是它觉得有种差别的感觉 然后就是到现在比较高画质的显示器出现之后 它就显示那个 它可能就显示出来就没有那个复古的感觉 所以你到底 你是指中你到底要怎么去 理考说我到底要用现在的 显示器去呈现 还是不要去办一个旧的电脑来想 之类的 嗯 我觉得决定要用旧的 或是不要用旧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会决定的事情 但是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我会希望有很明确的资讯可以告诉我 现在的这个新出来的技术 跟旧的这个技术的 的差异 很明确的差异是什么 对 然后才有办法根据那个资料去做判断 要还不要 我觉得你之前提到的那些 Meta data的概念 对 也许真的是 这个时候就会许 但是你可能 记录那个作品的时候 就像你讲 你可能要录它是一个 素文媒材 放在写字器上面 所以就可能要记录 当时的 它创作这个当时的 呃 呃 期望的 嗯 对 刚刚有新的技术 新的 新的显示科技出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 用这个比对 Meta data 来 有没有显著的提升 如果有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转变 嗯 就变成自己也要一直 keep up 这些新技术的发生 对 对啊 我觉得最 最 嗯 软体的话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 这件事 就是早前 做那个 Fresh 的意思 哦 对啊 然后后来 Google就说 我们不是用Fresh 现在Fresh就有搭 放在那边 对 然后那些东西就变成 如果你有原始程式嘛 你就要 你可能要重写 这样子 改成比较现在的方式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要 嗯 如果你只是要执行的话 就是 你不用程度来讲 你通常都会装上 通力器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用它来呈现 我刚刚介绍的这个Ryzone 他们有 他们自己有 应该是跟工程人员 合作 有开发 所谓的就是 web recorder 然后现在新的版本好像 conifier 然后他们好像也有 针对 flash 出类似的东西 嗯 还蛮有趣的 abouts 对 反正大概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在 我觉得 到了 特别到了 当物件都是 数位的时候 在保存的时候 真的必须 做得 moving 这事肯定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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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才有办法做决定 不然会发现 没有办法做决定 嗯 我不知 是不是 我想想要讲 从工程人员的手段来看 其实它只能够 就是我跟你的想法 想法一样 就有时候我其实在跟 艺术家沟通 或在跟工程人沟通 就是两个脑袋在那边切换 就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其实跟 它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反正解决 问题的过程 然后 因为以前我大学是读 数位媒体设计 我自己就觉得这跟我以前大学在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现在老师不是叫你 叫你要创作自己的东西 而是我得到的设计的任务 客户给我的要求是 我帮这一件作品 找到一个新的 新的技术 数位技术的解决方案 让它能够以它原本样子给大家看到 对 就是可能工程人也会觉得 这没有什么 这都没什么大不了 你要配得好我几千的都可以啊 我学生姐也可以啊 对啊是不是就被分一大堆也没关系 所以其实对工程人的面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 对工程人员会比较需要花心思 但在保存这件事情 就是工程人员会觉得 这个不就只放他硬碟 就放他一个云端硬碟 然后多几个备份 然后确定风险降低 因为那些云端 就是那种出生空间的公司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备缘方案 对 可是我觉得 以前我在香港工作很有趣的一点 是我的主管 他本身其实是 就是Paper Conservation上来 我也感觉 以他的年纪 他那时候其实一直叫我要小心 这些所谓档案到底被复制了几个 然后在这个机构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用这个档案 这其实就有点 如果回到工程这个角度来讲 他就是档案权限的管理的问题 我认识他都已经是一个四位格式了 如果你还去care他 有几个备份 对啊 那就是有点像 他是硬术品 他不能有太多的复制 然后不能让太多人实际 我觉得观念上 还是从原本物责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哦我今天我的电脑 存放着一个 我之前跟别人借来展览 然后对方也说 反正你自己想办法销毁 然后我就存在电脑里面 然后如果被知道了 是不是 其实我偷了这个作品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看我这 如果 如果你是一个初位唱作的艺术家 或是 就是你应该要有 怎么讲 就是会有意识到说 你的作品 只要一旦public出去 可能不会只有一份 对啊 然后 但那个情境是美术馆去买 所以买的时候 是美术馆自己要做 保管作品档案的这个责任 然后我主管那时候就一直限制其他单位的人 能够直接从那个 就每个博物馆或公司内部都有自己的那个大家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 大家都可以点的资料夹 对 就是分享式的伺服器 对 分享式的伺服器 然后有设定某种权限 然后我主管一直很想要阻挡 非我这个位置的人能够来看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说他不想要策展人的电脑里面存着一大堆 就是因为策展人其实要 他需要一直去看这些东西 我的工作是存好 然后看是策展人要看 他才有办法选拣 然后我主管就一直在阻挡 然后我最后就跟他说 你阻挡没有用 他可能最后就是 他没有办法从自己机构里面拿到 他就去跟他的艺术家好朋友要 那艺术家好朋友给他的 你其实搞不好会跟存在我们这边的有些微的差异 因为你不知道艺术家之后会怎么样 那其实反而是变成 他以为他在看我们馆所有 这个美术馆所买的东西 但实际上不是 或者是说最后不过就是艺术家在给了他 一份一模一样的copy 然后存在他的电脑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更没有那个正当性去告诉他说 我想要管理 我想要某种程度上监督跟管理 你正在使用这些档案 对 然后就有发现这个概念上有点难跨越 包含说有些博物馆现在有法律说 不要存在云端硬点 就是觉得容易被害啊 如果被偷走了怎么办啊 等等的 对 那如果 那叫他们叫自己维护 维护一个系统 但是实际上 我也有跟我主管说 我们的能力其实是 你就算叫我自己维护 也不会维护的比一个提供 提供云端 服务的公司还要好 对 然后就发现在这个观念的讨论上面还蛮有 蛮有趣的 就是当一个档案被认为是一个artwork的时候 然后大家看待它的方式好像就变了 就跟平常自己在看到的东西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会不会这种状态比较反而类似像MT那样的概念 可能是可以引进来的气质 意思是说我不用管这个档案 到底被复制几分 反正这个档案就是我博物馆的 嗯 然后只有我博物馆才能够正道光明的 用展示的名义去展示它 用策展的名义去展示它 嗯 我自己觉得NFT的出现某种程度上 有一点点的解决 但还不是没有 还没有根本性的解决 因为在NFT出现之前 博物馆就已经会透过 比如说 呃 呃 呃 原作保证书 或说他们的那个购买的合约 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在那边 说我有这个权利 嗯 对 而是怎么从 从根本的思考上面 去认同说一个数位档案 它可以有很多的复制品 但它同时不会减损它的价值 也不会产生 剽窃的行为 或者说偷窃的行为 对 可是严格要说有没有 你也不能说不行 是的 对 就是可目的 我要自己的收藏 还是ich Koo 给大家看 是那个权利的问题 对 就是 という 會不會擔心這件事就跟浪板電影一樣 就是他有沒有被複製到別人的硬碟 反而你根本不用去care 你要care的是他複製過去之後有沒有用什麼名義去展示他 我覺得這就是擁有那個東西 跟有權利去公開播放這個東西 對 因為這件事跟你剛剛講的 就是害怕被佈置或是害怕被備份這件事 跟你剛剛提的有一點衝突 就是你說博物館現在對數位藝術的套館 就是希望他盡可能會被展示 對對對 那既然你盡可能會被展示 你就不可能會 就是你就不可能會不被留下部分 最簡單的部分就是我抓螢幕畫面算嗎 那我就說只要是數位 我那時候跟我主管只要數位東西 總是有辦法 對 總是有辦法做一份 你不可能完全螢幕 可能不能完全螢幕一樣 螢幕錄影什麼的都可以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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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或許那個方向應該是 其實你不要去刻這個東西到底能被付出 到底誰有這個權利可以去聲稱自己可以展示它 對 然後聲稱自己可以展示它的這個 這一點可能就是區別 那些博物館跟一般人 就是差別 差別 對 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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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之前 嗯 我不知道 就是導師有些 導師會做那種 數位補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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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他 他可能弄一些 藏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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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這個 你要做更細一點 可能可以是 我這個展示就是這個 浮水印 對 然後如果這個東西 被不當的複製 他會知道說 噢 這是船 從哪個地方 就是拿到 哪一個展示 被複製 他們現在 嗯 浮水印我倒是還沒有聽 有些博物館有做過 我覺得在那個 數位化的圖像上面有 但是如果 譬如說 原本就是收到有 MOV檔等等的 MP4檔 嗯 就會 原本的出去 除非說 為了 為了那個展示需求 另外轉成 展示用的 不同的 檔案格式的版本 這樣子 對 嗯 我就 應該說 我其實也都理解 我自己在理解的認同上 比較是屬於工程的解釋 這個方式 因為我比較 我覺得我是了解 數位檔案的本質 原生數位世界的本質就是這樣子 但就發現在跟 蓋根不是 不是這麼熟悉這塊的 運作邏輯的人 在溝通的時候 很容易 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溝通方式 對啊 然後因為沒有溝通好 這兩者其實衝突很大 對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分享 那我一直記得 那時候香港那個 被找來幫忙我的工程師 然後一個很可愛的小男生 然後我一直告訴他說 這硬碟裡面存著藝術作品 然後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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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捧著一個硬碟 我覺得好可愛 哈哈 好像很實質不可侵犯 哈哈 哈哈 對啊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過度 有某種程度上 就是會過度小心 所以導致你沒有辦法很 很快的跟上 這個 這個技術的發展 跟散步的那個程度 對 嗯 其實你看那個 然後 嗯 嗯 他也沒有做什麼很厲害的網站 他也沒有做什麼很厲害的網站 對啊 他其實沒有做很厲害的網站 可是他已經是這個禮樂典範 就是對於做 線上展的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在講 所謂沒有很厲害的東西 比較像是 哦 他技術的應用上面 其實沒有很複雜 對 可是他們被認為是 哦 就是已經在做線上策展 對於藝文圈來講 是一個典範的機構 對於藝文圈來講 對於藝文圈來講 是一個典範的機構 對 對 所以我講的是 是從技術上面 會覺得 不用想那麼複雜 不用想那麼複雜 你就 你就先開始這樣 就比如說他這個可能一開始 只是先把答案 對 完全弄得很簡單 對 然後這樣就可以開始 嗯 嗯 好用 這個Fly應該十分鐘沒有寫出來 哈哈哈 雨倩你有要做什麼實驗嗎 就是以你現在的想法 有什麼覺得可以實踐嗎 實驗嗎 實驗嗎 我覺得有一部分 因為其實從去年我跟就是 剛一直在講的是跟 新樂園藝術空間 然後和 Wikidata那邊合作 然後他們其實把很多 很多他們自己 過去 過去從 有這個機構 大概25年了 的資料 藝術家名稱 然後展覽名稱 全部都丟到 Wikidata裡面 然後 Wikidata其實自己有提供一些 那個應該算 資料圖像畫 Quiery Tool Kit 之類的東西 能夠做 能夠做一些 量化 然後視覺化的呈現 對 然後 其實 我有發現 那個空間總監 其實很 很喜歡看到 後面這個東西 對 但是 但是 參與 維基那邊的人 其實沒有那麼關心那個東西 維基的人 他關心的是 你又到了多少的藝術家名字 進到這個 Wikidata的Data Base裡面 對 然後 我一直很想要幫 幫這個空間的總監去 就一部分好好研究這個工具 視覺化這個工具 怎麼使用 然後怎麼讓 讓量化的資料 用一種 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 然後我覺得有趣的是 那個總監看到 那個圖以後 就覺得這個很像策展 就是建立了某種程度上 資料跟資料之間的關係 對 但對我來說 那不過就是比較酷炫的 然後動態的量化圖表 這種感覺 對 然後我就發現 這當中應該有 可能是那個東西的視覺呈現抓住了 抓住了就是藝術工作者的一種 然後有一種好像 好像在連結世界的那種感覺 一個上地視角可以縱觀一些量化的東西 對 但我不太確定他 就是到底是怎麼詮釋的 但 但他其實也有在期待說 當我們把這些資料都倒進一個 Wikidata的資料庫以後 有沒有辦法再另外做一個別的前台 然後 中間有直接的連動 這件事情 可是我不曉得 Wikidata能不能 有沒有一個對接的API 給一個前台去做這件事 有啦 Wikidata有API 嗯 對啊 我覺得以現在想比較明確的 可能想嘗試的狀態是這個吧 那雖然說那邊的 那邊的資料還沒有到藝術作品這個單位 因為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他們是先從展覽 然後參與這個展覽的藝術家 這一段開始 有Wikidata做很多 有Wikidata做很多 上禮拜六G的影片啊 就有把一個紀錄片導演的相片 就是請他直接全部上Wikidata 嗯 這是太大方了 因為他的相片其實是有影響力的 過去曾經拍到垃圾山 然後整個環境的修復 然後整個環境的修復 就是一張照片就整個環境修復起來 嗯嗯嗯嗯嗯 所以保存真的就是一個行動 所以把這些東西記錄起來 嗯嗯 因為我覺得我們從這個計畫 從去年做到現在 我覺得能夠對話的人已經 至少在我們自己的手臂領域範圍內 能夠對話的人能講的東西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雖然Wikidata那邊的代表 一直覺得他是技術方式代表 但我們覺得他比較是Wikidata的代表 就是 嗯 他不太 也不是屬於前端思考的人 所以覺得或許可以再往外擴一點 往外擴一點來做對話這樣子 剛才那個空間負責的那個 那部分啊 就聽起來也是有點成果了 雖然你覺得沒什麼東西 但是他看起來就是在策展 我覺得就是多發生一點一件事 或許是多找一些空間負責人 讓他們覺得一樣有同樣的喜悅 那你的你想做的事情就在擴張 我覺得現在都是一個進行示範 因為現在只是一個藝術空間的資料 但是像這樣子的策展方式呈現 其實是要有更多的不同的資料 一起進來才有辦法看到那個比較 比較廣泛為面積的資料的呈現 嗯 然後我們也是其實就有發現 前期這一段資料輸入的苦工 其實也是很多空間沒有辦法開始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沒有人力 你光是因為以前的資料管理 即使是紙本的那個時代 就已經都做不好了 然後跳到數位時代就大幅度的仰賴 官方網站跟社群媒體 然後突然說我要回去找這些資料 然後就變成就是一個好苦空的時間 沒有什麼困難的工作 但就是好好去整理自己過去的資料 光是這一點可能就要做個 做個可能一兩年 都做不完 對 這邊讓我想到我的縮紙服務 只是可不可以來玩玩看 我覺得有點連結 我蓋貼了 我覺得可以找他 找那個空間的空間來跟他聊聊 是嗎 我是說我寫的縮紙服務 我覺得有一點關聯 我是希望任何人都可以來 把他想在網路上面留下來的東西 做收集 然後貼標籤 也把他做展示 其實再回來欣賞他 所以我做的這個縮紙服務 讓任何人都可以很輕易的去記錄他想留下來的連結 但他可能在背後是各種型態的 那我有一個疑問是 那個縮紙服務 等於我存的東西其實是很多 很多什麼 存的東西是很多階段的 很多網路位置 但是位置代表的是有各種任何的意義 但是如果這個網路上面的位置 如果未來不見了 那他是不是覺得 跟萬物的校長一樣 任何東西都會消失 就是他 他就是消失了這樣 然後這個服務所扮演的角色有點像服務館 就是 建立這個連結 但是他這個東西如果沒人去維護的話 壞掉 那真的就是壞掉 他這個展示點 每個連結就是一個展示 沒有人關心 像你剛剛說沒有人關心 或者是因為他因為某些 陶件過期了沒有人維護 都會消失的 對 然後 他存在 身為一個觀眾也可以體會到什麼叫做 收集跟展示 任何人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現在做的只是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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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在執行中的展示 其實就是只想要滿足我自己個人需要 其實就是只想要滿足我自己個人需要 然後覺得跟服務館展示有一點點錢 有關心 只是大家展示的內容不一樣 然後目的不同 然後目的不同 多多兩組 這個Andrew也給我的idea 是關於縮紙 他說這好像就是在寫個人的Google 寫個人的Google 對對對 你就是把自己的書籤收集進來 因為Andrew沒辦法 你在用一般的縮紙幅的時候 他只是把很長的網址 然後變短而已 嗯 然後Fly寫的這個有點像是 把一個網址對應到一個關鍵字 對 然後這件事情就有點像是 你在加入網路書籤的時候 是什麼 或者是叫做最愛之類的 嗯 就是分類這樣子 對 你不是會寫一個folder嗎 對 把link丟進去 對 然後Fly做的那個highlight link 有點像是那個folder name 對應到那個link的感覺 嗯 但是我覺得他 這件事情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你在管理網路書籤的想法是 你在管理網路書籤的想法是 你會盡可能的讓它不要重複 就是例如說 例如說 例如說 我可能在很多folder裡面都出現了一樣的link 我可能加錯了這樣 或者是我之前取這個名字 下一次取別的名字 對 所以甚至會有一些 Chrome的那個 這個extension 它用來幫你掃描那個重複的書籤 嗯 它都會link的那個網站 會放到牌裡面的前面一樣 嗯 然後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講 去思考 就是Fly做那個highlight link 就是 就是 有點像是 例如說你在 你在看這一篇 網頁裡面 然後這個網頁裡面 有很多關鍵字 然後你可以把那些關鍵字 對應到這個網頁上 有點像是 在為這個網頁打tag 嗯 嗯 嗯 它用來那個工具就是 就是 方便你去做這個對應 然後 而且它也打算寫一些搜尋的功能 對 然後如果說我想要搜尋 嗯 maybe Rash意思 所以我應該已經死了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就是透過那個介面 它可以找出哪些link 是 這個關鍵字 嗯 就會有點像是 一個個人化的google搜尋引擎 感覺 但是搜尋你收藏的link 嗯 嗯 然後我覺得 嗯 其實從這方面來講 就是如果 如果在技術上面 有辦法把那個link 換成一個數位藝術作品的話 對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搜尋引擎 就是像你剛剛講 嗯 我想要搜尋在 640x480 就是所有作品 我就可以一次找到 喔 對 然後找出來之後我就可以去 然後我就知道 這些作品不要有 因為它是真的像親戴的 親戴的小司技師這樣 對 或者是我找出來 用學的作品 然後我就知道 喔 這些作品需要做 其實上面的疊代這樣 對 理解 這些延伸想法 嗯 謝謝 謝謝 就是一個很粗淺的行動 就是一個很粗淺的行動 就激發 這麼多想法 哈哈 雖然我現在聽起來 我其實還沒有辦法很明確的想像 跟 跟譬如說我自己在我的 不管是Notion 或是Evernote也好 就是自己存很多 嗯 自己覺得重要的資料 然後自己在後面上TAG 嗯 差異應該是有納入 把我的使用習慣很 很自然的很自動的也 也計算進來 嗯 就是有一個追蹤 追蹤使用次數的概念 對 應該是相同 就是 例如你放一份文件 然後你幫它 對 然後 就是對應那個 不然寫的那個 有點像是 你把一個 提供 或是一張畫 然後對應到一個聯繫 對應到一個資源 對應到一個資源 然後 就是聯繫 對 然後對 就是對你在整理文件 那可能 那個資源就是一個文件 對 然後或許可以想 用什麼方式 可以把這樣的概念 用在 就是你剛剛說的 就是說 那個可能 其實稱不上什麼AI 他可能就是 那個搜尋引擎 這樣子 可能最重要的公司 就是講 那個前期的整理 就是最重要 對啊 就是前期的整理 但我會覺得 嗯 你說你說 因為大家做的標記 我都沒有所權限 也沒有記錄是誰記的 哦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 會有一個 網 部落 小型的社群的 一個 概念在裡面 因為它不是屬於個人的書籤 而是一個群體 其實現在先丟給親朋好友 所以前期就是 有想要試的人的記錄 不過後面可能可以 有一些有機的發展 比如說 這些 筆記如果是細胞的話 它會慢慢形成了一個組織 然後各種不同的組織 會 會有不同的圖像 對 嗯嗯嗯 有機的發展 嗯嗯嗯 其實我之前也想過 就是 我在使用那個 那個 就是 我在寫那個服務的時候 我在想說 嗯 就是我 我做這個對應關係 那個資料到底存在哪裡 對 就是它是 就是比如說 我今天 我寫了十個關鍵字 然後對應到 到幾個網站 然後 別人也寫了 也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們兩個做的事情 是在同一個Diabase 就是從資料 如果它是在同一個Diabase的話 我們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也可能會遇到一些機會 所以 第一個問題是 我想不想把這個東西公開 也許它對應到 什麼一個私人的意義 或者是私人自己的理解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它是一個可以共享的概念的話 就是 就是 會不會有新的意義 就是 如果有其他網站 就是 如果有瀏覽一個網站 就是要對付出的工具 然後它會跳出來說 這個網站好像有 在社群裡面 在所有人的社群裡面 在所有人的社群裡面 它被架了多少的TAG 它被架了多少的TA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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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可能 對 其實某方面來講 這裡好像有點像是搜尋 喔 就會有TAG的排名 對 或者是說 在這個網站裡面 大家都TAG這個關鍵字 那是不是這個關鍵字 在這件文章裡面很重要 嗯 嗯 你說這樣的概念 有沒有可能去延伸到 就是這個網站 就是為了一個保存 喔 保存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這讓我想到昨天 就是在讀RyZone寫的 他們裡面的員工寫的 怎麼做線上展覽的文章 然後它就有寫到 呃 其實過去的 剛剛一直在講策展嘛 就是過去的策展 其實是比較是那個控制權 全部都在策展人 然後觀眾是一個被動 接受的導射 但是到了線上以後 其實它是 它在文章裡面是直接說 你策展人必須要放下你自己的 這部分的那種想要控制的那個 那個Ego 然後 要去接受觀眾 可能會 你完全想不到的方式去 去參與你的 參與這個展覽 或者你也可以更主動的去設計 某種程度的 就說所謂的使用者經驗 然後 讓觀眾來參與 參與這個線上的行為 這樣 對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現在其實很多會自己 自己自稱是線上策展 但是對我來說 不過就是把很多圖片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不只能滑點 滑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對 簡訊你講 我覺得這也是 這可能也是 那樣的博物館 或是藝術空間 唯一可以跟其他人做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 就例如說它可以形成一個 collection的概念 然後它可以在一個空間裡面 根據那個collection去做一些 故事之類的 嗯 就是讓所有的體驗很好 但是如果你在 你在網頁上面去點圖片 你就只是 在看一個單一的作品 然後下一個畫就拿一個 對 這樣子而已 就是 那個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即使它是一個數據 但是放在那個空間裡面 對 就是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它的體驗是不同的 這個領域也是 區別的就是 服務館跟一般 可以做的差別 嗯 嗯 對 對 所以它會有點像 扣在空中 但不知道整個時間 那種感覺 我現在拋出一個問題 剛才的頭路我都有錄 有沒有願意 要開放 還是就讓它留在我自己的電腦裡面 我是OK啊 但是 我應該是可以 而且我剛才都沒有致命到心 OK 好 那我就來實踐一個 寶春季展示的行動 哈哈哈哈 我是說 這個是你的媒材對不對 對啊 對 其實我 之前 2015年的時候 有讀一本 它其實本質在講寶春 科技術保存的書 那這本書叫 Recollection 是免疫大學的 QA挑售寫的 那它裡面其實 他們有點是覺得說 你真的想要保存好 原生數位文化資產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 大量的複製 以及大量的開放 而不是 而不是一直hold在自己的機構裡面 然後覺得用什麼很高端的 資料庫儲存方式 好幾個 自己的封閉備份去保存 對 那它提出這個角度的原因 也不是跟博物館完全的 有很大的差別 而是 它覺得博物館 或說所謂的 Social Memory Institution 它為什麼要作為Social Memory Institution的目的 不是存一堆東西讓人沒有辦法去產生新的Social Memory 應該是這些所有重要的以前的人的物件 應該是留在觀眾的記憶跟這個世代的記憶裡面 才叫真的精神上的保存 就是你放一個屍體一直存在棺材裡面 但你沒有去歌頌這個東西 沒有讓更多人知道是 根本就不叫保存 或說你根本找不到它也不叫保存 那既然數位物件可以大量的複製 也不會減損它原本的那個原件的話 那為什麼就不大量的複製又開放 這樣就多會 這樣 好 讓大家來咳嗽我們今天的討論 然後就把它放到 我們這樣 可以可以 那你滿好的 就是有點哲學的感覺 就是好像 我做了一個作品 然後 然後世界上 就是 奇異很多 我都沒有人看過 那這個作品到底算不算真的存在 對啊 嗯嗯嗯嗯 那就有點像是 我是創業 我自稱自己是創業家 全部都創在我腦袋裡面 然後寫著一個小note存在我電腦裡面 然後告訴別人說我是創業家 嗯 對啊 不過當然這一部分就會 如果都開放的話 那藝術家要用什麼 什麼吃飯 就是 權力的這一塊 對 就是接下來的 連帶會討論到影響到問題 對 我覺得方向可能應該是要 好 我們所有的這個方向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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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方面我們認為 作品本來就是會被複製的 嗯 但是在這個 加在我們 加在我們 加 嗯 嗯 好有 感謝 兩位 嗯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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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ht 拜拜 對 最後